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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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歡迎收看週末黑手檔 我們在加工啊 通常都會用到這個鑽頭 然後我們鑽頭在用的時候 它這個刀口一定會磨損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用到 研磨的工具 如果是老師傅的話 一定是直接拿去 然後用砂輪機磨一磨 它就可以繼續用 但是像我這種啊 手殘的 叫我拿著在那邊磨 我都覺得我會磨到歪掉 有可能磨到不對稱 所以我這次就準備了四種 各種等級的研磨工具 然後我們這次準備的這個就是 大家都應該很常在網路上看過了 就是這裡夾著電鑽 旋轉然後去研磨 因為它這個角度已經幫你固定好了 所以你只要稍微旋轉一下 應該就是沒問題的 然後再來這一台就是 它這個有附一個夾具 然後它這個 鑽頭是可以塞在這裡面 然後在這上面研磨 因為它這180都可以旋轉 所以這應該也是蠻方便的 所以這應該也是蠻方便的 然後再來這個的話就是 它需要用到套頭 然後像它這個就是 這裡可以裝一個套頭 然後我們鑽尾就可以 塞上去去固定好位置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砂輪上研磨 然後這一台是萬人磨刀機 其實只要想像說 其實它就是我們的一隻手 幫我們扶著鑽頭 它這裡有一個六爪的夾頭 它可以把它夾著 而且六爪夾起來的同心度會比較好 然後它這個還可以旋轉 所以應該我們只要能想像得到的角度 應該都磨得起來 因為我很好奇 這幾種磨刀工具 到底哪個鑽起來的效果最好 接下來我打算來做個實驗 就是我的鑽床 我會在上面用一個立壁 然後吊著一個東西 看我們鑽頭從這根鑽下去 到整個通過需要花多少的時間 因為我們下的力量是固定的 所以只要刀子越立 理論上時間應該是要越短的才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在測試 我們總共要有一個基準 所以我們先拿新的 沒有磨過的 先看它鑽下去需要花多少時間 因為我在買的時候 又看到剛好看到這個高速鋼 這個據說比這種高速鋼還要再耐用一些 所以我們也一併測試看看 誰會比較快 好那我們就先來測試了 我們先測試新的 好我們已經把我們測試的機構都已經調整好了 我這裡加了一個立壁 然後吊在這裡大概有2公斤 因為它這隻桿子大約1米 所以大概是20牛頓米 不過等一下馬達轉開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往下鑽 然後我們就開始計時說 它這個鑽下去需要花多少的時間 只是說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切削油是不是也有關係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先測試一個沒有油的 然後一個是金屬切削液 然後還有切削油 我們就一併測試看哪種搭配組合是時間最省的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測試了 有這麼強啊 總共花了22秒 總共花了22秒 好我們剛剛沒有切削液的 我們已經測試過了 那我們就先換金屬切削液 好那我們就來測試這個 好大概時間大概也是22秒 好應該是21因為我剛剛有慢了一點按 好再來這個我們就用切削油 好我們先刀一些 好這個時間大概也是20幾秒附近 好再來我們就來換測試高速菇 好 剛剛發生了一點悲劇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就看我們回放的時間 是幾秒鐘就好 然後再來下一個測試 是有油的 好這個是36秒 好我們換下一個用切削油 好這個是36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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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用切削油的我們也把它測試完了 時間是34秒 高速菇的我們已經測試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等一下就是用我們剛剛的介紹那四樣工具 來磨這一支高速鋼的鑽頭 然後我們就來比較看看哪一個效果最好 好 再來我們就是我們的1號選手 還因為為了我們公平起見 所以我就先直接把頭磨平 然後這樣我們再用這一個來磨出它尖角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轉 所以它這個等一下就是我這裡鎖一個電鑽 然後這個就這樣子 然後去轉它 可是我發現這樣子不好轉 那這裡我手這樣伸不進去 沒辦法轉 好所以我打算把這裡稍微把它切掉 不要讓我中午有辦法在這邊旋轉 那我先去把它切掉 好這樣子 這樣等一下旋轉會比較簡單 好這樣我們就把它磨好了 看起來就是一個圓錐的東西 好啦我們這個鑽頭已經把它磨完了 桌上一堆這個粉末 然後這個 不知道是這個沙輪不好還是怎樣 現在整個轉起來 電鑽超燙 好那我們就來把它近拍一下拍這個韌口的位置 好這樣磨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喔 它這樣其實就是一個 118度的圓錐而已 但是因為我們正常的狀為來說 這兩個點相比的話 這個點要比它高 因為這邊是韌口 所以韌口是要切削的 那你這邊比它高 就等於是後面在摩擦你的鐵件 所以正常是這邊 因為它這邊要切削 所以這邊要比這邊高 這邊才能閃過我們的鐵 好的 然後再來這兩個點 因為是這邊要切削 然後這邊是不能碰到的 所以這邊要比它高 原則上是要磨成這樣 可是它現在磨起來這四個點 其實是同高度 沒關係我們就來鑽看看 看它要多少的時間 好了它這樣子完全都鑽不下去 我去用砂輪機稍微拯救它一下 好 然後剛剛在磨 因為我說它整個是圓錐 所以它這四個點其實都一樣高 我們等一下就先把韌口的銳利度先磨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後傾角磨掉 然後我們就開始吧 好 現在我們韌口部分磨出來了 但是因為它這個點 這個點還是比它高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把這裡稍微磨下去 好 我們這邊後傾角也磨出來了 它正常來說其實要再磨一個 靜點 但是因為它本來就沒辦法 我們先試試看這樣可不可以 好 我們已經把它重新磨好了 然後我們再重新試一次 好 總共花了五分多鐘 終於把它轉過去了 那我們加油的測試我們就不用做了 再下來我們就來用二號選手來磨看看 好啦 我要把這個 鑽頭的頭把它磨平了 然後我們再用這一台來磨 然後這一台比較好就是有自鋸 然後旋轉是自己轉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弄到自鋸上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勾槽 就是要讓它對準韌口的 好 它這樣子就鎖上去了 之後就是這樣子然後一直旋轉 把它磨平就好了 好 這樣磨好了 比剛剛好一點就是到這個韌口 看起來比較銳利一點 不過它這個後傾角這邊 稍微的高了一點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先測試看看 好 我們再測試二號選手磨的鑽頭 到底銳不銳利呢 好 它已經超過一分鐘了 因為我剛剛看那個鑽頭的情形 就是那個後傾角比那個韌口還高 所以我們 我先等一下去把後傾角稍微磨掉 然後我們再繼續測試 好 我把後傾角磨好了 我們再測試一次 好啦非常慘啦 一分鐘還是連一點鐵屑都沒有跑出來 好 那它那一台磨出來的韌口 看起來還是不太行 我再用燒輪機磨一下 好了 韌口也都磨過了 然後我們再測試一次吧 結果我磨到技術變好了 這也太神奇了吧 好沒關係 再來我們就換三號選手了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三號選手 一樣這個鑽頭我去投把它磨平了 再來我們就試這個 因為我這隻是10mm 所以我們就是選上10mm的銅牌 然後我們把它放上去 然後放在它那個定高度的字距上 把它插進去 然後這個拿起來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讓你對一下那個韌口位置的字距 然後這個有一個觀察窗 然後就是它這裡有一條紅線 就是把我們的刃口調到跟那個紅線平行 然後就可以鎖起來 那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是要以這個位置去磨 這裡寫A就是A這裡先磨 啟動 好 這個磨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磨了後斜角加近點 然後這另外一邊是還沒磨的樣子 好我們再把另外一邊磨起來 好這兩個後斜角它就這樣已經磨好了 加近點也把它磨起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把它 這個118度磨出來 然後我們再用這一邊 然後這個是已經設定118度 好這樣就磨出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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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磨118度 那個後斜角 還有這個韌口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近點 好我們就拿來鑽看看了 好它磨起來就非常的符合我們理論上的樣子了 就是這一點比這一點還要高 然後這一點比這一點還要高 好那我們就可以來鑽看看了 好這樣我們就來測試 3號選手沒有油的狀態 好再來就是我們來鑽第二個洞 有加這種金屬切削劑的 好這樣我們就換第三個切削油 然後再煩一下 會不會 blond 三個 fil 好這樣我們就換我們四號選手 好那我們就要用三號選手好來磨我們的鑽頭了 那現在我也把這個頭磨平了 那其實這台是可以磨敬點 但是我還沒研究好怎麼比較好磨 所以我們先用三號選手 我們先幫他磨個靜點 好我們已經用三號選手把這個 靜點磨出來 再來我們就是磨這個刀刃角 這台我們說過 我們就是它自己就是輔助我們 穩定的去磨砂輪而已 我們原本怎麼磨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調到我們要的角度 像我們磨就是這樣磨嘛 因為刀刃在這邊 所以我們要磨這個角度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這樣子磨 好所以我們這個要 就是先把我們的鑽頭先裝上去 然後對準基準面就可以把它鎖起來了 再來就是我們把它轉到我們要的角度 所以我們磨狀尾要從這個角度嘛 好我們現在是垂直嘛 但是我們要磨狀尾的話 我們要118度 因為是118度 我們180度-118 所以我們要再除以2 所以是31度 所以我們要再從這邊轉過來31度 好這樣我們轉過來31度了 然後它這個有一個凸輪機構 就是我們這個在旋轉的時候 它會去做前後的動作 它往前就是要去磨 然後往後的時候就是像模擬我們要離開的樣子 然後就是這樣磨離開磨離開這樣子 所以我們只要一直旋轉 然後慢慢前進這一個歪軸的平板就可以了 這樣它就可以一直磨磨磨到接近我們的角度了 好我們先用記號塗上去 我們只要把這個紅色磨光 就表示我們已經磨到了 好我們就可以把馬達打開 然後就是一直旋轉它 然後我們就是把歪軸平台慢慢前進 好那我們就來拿去測試了 好我們就來開始測試4號選手 好我們換下一個測試用這個 這個是加金屬切削液的 那我們就開始測試 創歪史新高啊 好那我們換第三個測試就是用切削油 快慢一點點 好那我們這一隻4號選手磨的3個測試 我們已經測試完成了 好啦我們剛剛已經把我們那個 這1234個選手手磨的鑽頭 我們已經把它測試過了 真的是結果都是出乎我意料啊 那首先這一個 我覺得真的它這個有點麻煩 就是依依你要鑽著電鑽 然後其實我剛剛平的磨成尖尖的時候 我那個電鑽的電池也差不多被它消耗光了 可能是轉速不太夠啦 所以這個砂輪的那個切削力不太夠 然後因為浮又不好浮 然後最後我們鑽起來的東西 最後還是鑽不過去 所以我最後又拿了 砂輪機稍微幫它拯救一下才鑽得過去 然後這一台也一樣 只是說它這一台有一個固定字距 然後馬達是打開它就自動幫你旋轉 所以我們就不用說一直去 像剛剛那一台一樣 要一直按著電鑽的啟動按鈕 我跟它試起來 雖然說它有達到我們的刀刃 跟那個排屑的高低油做出來 可是實際上鑽起來還是不好鑽啦 還是沒有鑽過去 最後還是靠著我用刀輪機把它磨出來 結果越磨越進步 本來這個磨起來5分鐘 這個磨起來 一分鐘就把它裝完了 真的是有夠誇張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台 這一台當初在買的時候 因為就是 因為我們剛開始工作室在用的時候 我們都是拿小隻的撞紋在磨 然後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有在 連那個牙漢 然後說我在磨這個烏棒 所以當初我就是選購了這一台 然後用起來其實都還不錯 就是進點烏棒磨起來的那個效果也很好 如果到後期的時候 因為我在車床在那邊用的時候 我們鑽到13嘛 因為這一隻只能磨到13 當我孔要到20 30的時候 我只能內孔刀這樣子 一直一直慢慢的把它切到20 然後發現說這樣實在是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後來我就去跟廠商買了這一台 然後這一台的話 真的要很感謝這一間廠商啦 因為當初在跟它買的時候 我們如果把全部的預算丟下去的話 我只能買這一台主機而已 因為廠商知道我說 我們要拍這個企劃 所以他就說 那這一組夾鑽尾的夾具就先借我們 讓我們拍影片 以後有預算的時候再把它買起來 所以我們這次磨鑽頭的影片 我們就到這邊 當以後我們有機會 我們磨其他道具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拿來磨看看 好這次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更厲害的研磨方式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讓我參考一下 或許下次也有機會把它拍起來 好這次影片就到這裡喔 謝謝觀賞